那雨萱我要讓你給這個猴團隊另外一個建議 就是這一次看到最新的TVBS民調裡面發現到在北台灣當然猴蝦目前你是認為是小輸一點甚至已經差不多算是打平的概念 可是在雲嘉南卻開始我們比較訝異的是步步敗退 所以你的建議是猴應該要比較過去馬英九的long stay 畢竟之前馬英九的long stay 其實已經普通超刀的嘛 那這次再去複製一樣的成功勝利方程式而不是說 隨機的去long stay 你認為還要找哪些特定的人士去拜訪 對所以我分兩個階段來談 我先回顧一下 朱主席在723所講的執政大聯盟 那不管你說這個過程當中到底有這個先跟金普通溝通還是沒溝通然後最後還是溝通還是又打電話去問 都不重要 但我覺得他凸顯出一個關鍵 包括如同剛才嘉凱講到的一個關鍵這關鍵到底是什麼 關鍵在於說 他所謂的執政大聯盟整合有些人解讀說哎呀這個代表我們贏了之後大家再來這個行政院啊 八部六會啊然後 開始在這個去區分 或者是說是在選舉前 就開始談這個大聯盟 有些人是用這種方式去解讀 但就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就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一切都太急了 什麼意思 過去羅志強所提出來的 政黨人際大聯盟 到陳長文的政黨人際大聯盟 到朱立倫曾經講過的菲律大聯盟跟執政大聯盟講白了 你要說是先還是後其實概念跟核心意義都長得一模一樣啦 問題點是在於說 到底是要等到國民黨內部先團結整合之後 再去拋出這段話 還是說 在這個整合之前先把這個話給攤出來我相信 所謂金普通打到去問朱立倫 真正重點是在這邊嘛 因為他顯然說我對你這個概念 不了解嘛 我事前沒有得知到你有這樣子的概念嘛 所以他真正 執著或者是焦慮的點在於哪裡 我覺得各自有各自的壓力 今天作為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他當然勢必外界每天在問他的兩個字 一定就是你整合了沒 你有沒有在努力 你有沒有在做整合 一定大家不斷的這樣問他嘛 所以他為什麼在這個時機點 他必須有他有所對應的一個交代 對不對 所以我反而 覺得說現在國民黨 為什麼我剛剛會特別提到朱立倫這個點 因為不只是罵羅志強 他變成是指羅 但是罵朱了為什麼 兩個人提出來概念其實是相似跟相近的 如果你認為羅志強有問題 基本上朱立倫也是同樣有問題 而且他在整個對話的脈絡裡面 是被金老師在同一段所提出來的 所以我就講 今天這些小機 他大可以主張一個概念 我們只是按照朱立倫黨主席的做法來做 對不對 朱立倫黨主席也這樣講啊 那反而是現在會變成多頭馬車 到底現在的黨主席 說的話算不算 到底還是說現在整個選舉的主軸 是有黨主席在抓 還是有侯伴 還是有金普聰老師在抓 變成雙頭馬車在跑 這是我講的剛剛回應剛剛的一個問題 再來講到說為什麼會講到這份民調 這其實也不是我個人看法 是民調數字上所顯現出來的結果 第一個 在台北市這邊北部地區 北北基 基本上侯友宜 跟這個賴清德 還有柯文哲 是持平的 小幅度落後大概只有一個百分點 到兩個百分點 但到了桃園 桃竹廟 再來抬頭張 再來雲家南 他所呈現的民調趨勢是分批節節敗退 尤其是到了雲家南最慘 那大家不僅好奇 宏友宜是嘉義人 婆濟英 對不對那怎麼會在自己的本命區 卻呈現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就講這個東西關鍵還是在於 地方派系整合的問題 那你講地方派系地方派系 他到底背後代表實質意涵是什麼 今天 這些鄉下地方也好地方也好 他不比所謂的空戰 的氛圍什麼意思 不像台北市來講 他具有那麼高度的新聞性或者是政治性 他多數仰賴的都是人際關係脈絡跟組織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今天一個地方投人 一個議長 比如說就舉張論位好 他今天要挺你 他不是說口頭上講講說 好啦你我好朋友 我幫你盜竊 這樣就會有用 他所代表的意涵是 背後整個成千上萬的 脈絡 組織 系統 你說什麼各個會什麼會然後什麼獅子會又怎麼樣 他願意去幫你運作 願意去幫你跑 推動 所以講白了 今天他可以跟你第一次見面 你這種事情不是說 我今天跟你碰到一次 然後我說哎呀 這個見面三分情 我跟你談一談 整合就成功了 不是這樣子 見一次面只叫三分情 見第二次面 第三次面 四分五分六分 你必須要確保說 到他完全跟你心靈契合 而且願意 十分相挺你 那個東西到那個時候 才叫真正的征服 才叫真正的 跟地方派系整合 所以這個狀況前提之下 他不是一次兩次 或喊喊話 或者說 通過中間關係 去竄 就有辦法達成的 而且再來 你今天 為什麼我說他必須要去下去 這份民調其實很清楚的凸顯出 侯友宜在目前的弱勢 而侯友宜現在最重要的標的 當然就是把自己的支持者 跟泛藍的基本盤 講白了 國民黨三個字好好換回 而不是要票投 國民黨把這個主軸給打出來 而不是說票投侯友宜 變成是 侯友宜 柯文 澤 賴清德 三個人人格魅力的一個比較 大家都忘了 執政不是一個人 執政是一整個黨團 一整個 政黨 下去執政 光行政院 總統府加起來就超過6000個職缺了 這不會是只有侯友宜一個人的事情 他拜託是背後整個事情 所以今天侯友宜必須要下去為什麼我這樣建議 好好的待在比如說像雲家南 顯然就最弱勢的地方 就待在那邊吧 找一個適合的中間人 好好的你說 了解地方的民情 跟這些張榮衛好好的相處 好好的溝通 去知道這些 里民地方到底需要什麼 至少去說服他們 否則張榮衛講句話很關鍵 說今天不是我沒聽你 今天不是我不聽你 我下面的人就不支持你 你要我怎麼聽你 他就倒出一個重點 所以我說為什麼我建議說 比起說去日本然後去 美國去什麼 其他國家 當然你說這些國際外交很重要 但 對政下藥 現在到底 你需要什麼 是國民黨的鐵票 國民黨的鐵票 你最弱項在哪裡 就是在這些零星的地方選區 好好的在那邊大概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分個不同縣市 從雲家南再到抬頭張再到桃竹廟 我相信對於這些人不親土親 借面三分情待久了就十分相挺了 所以說這些地方 到底是不是 現在 距離選舉只剩下大概五個多月了 所以我說這些時辰其實都很關鍵 如同當年馬英九也曾經做出這樣的動作 為什麼 他針對自己的落相加強補強 同時跟這些人 拌勞 大家爛奏會 最後確實得到一個好的成效 所以我不妨建議說 侯爾也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努力發展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 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一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唯一添加 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 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一生菌